欢迎收看长星台6月25号的新闻快讯 首先我们来看国内新闻 联邦土地发展局储存金猛错的课题越演越烈 公正党喉舌公正之声日前报道联邦土地发展局破产的新闻 因其首相署副部长阿木马自然大怒并动言 土地发展局决定起诉公正之声 其国会反对党领袖纳都斯里安华等5人诽谤 初步估计可能所长超过1亿令吉 首相署副部长纳都阿木马自然说 这是一项不实的指控 有关报道已伤害了该局旗下2万3千名的员工 及4万名远丘工人 在他们的努力下 联邦土地发展局已连续6年 每年平均净赚11亿令吉的收入 他今天在联邦土地发展局总监纳都祖基菲利 及副总监苏莱米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说 该局一两度会见律师 只是律师开始拟定起诉书 决定在近期内把公正之声 及另6名人士提供上庭 起诉他们诽谤 他说除了公正之声结安华外 另5个答辩人为该党报的出版准证拥有人 人民公正党最高理事 那都在意伊布拉辛 人民公正党国际事务局副主席 那都陈济光 苏海米杀裔律师及回校党的 华加蒙博浪区州议员阿都瓦仙都 阿莫马兹兰说 联邦土地发展局现金的财务比率非常巩固 总资产扣除负债 净资产高达122亿令吉 他说 以联邦土地发展局如此厚实根基的组织 跟破产根本牵连不上任何关系 不知道为何人民之声党报 会做出如此不实的报道 他估计 或许他们看中联邦土地发展局的职员 及旗下肯殖民和家属的庞大数目 目前全国共有22万5270名肯殖民 而家属人数则达160万人 他说 此外联邦土地发展局也是国阵强大的后盾 或者他们不想看到土著强大及繁荣起来 而捏造这样的不实报道 来破坏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影响力 这一段时间就会发展局面对新闻的行为 而建议您的旗并不在乎 在检邦土地发展局面对新闻的行为 除了以同学生的行为 宣传土地发展局面对新闻的行为